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变频空调YG版的IPM模块 这个模块的型号是MPO15506Y2-2 虽然它的资料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引脚外部线路来分辨它的引脚功能 它的一脚就是正电压输入 是通过整流桥正级输出的电压 通过PFC电感直接把这个电压加到了一脚 它的一脚与P正端内部有一个二极管 这个二极管是在模块内部的 然后通过这个二极管把这个电压加到300伏滤波电容上进行滤波 滤波以后给我们的模块提供一个主电压 二脚是W项自举生压输入端 Z端是自举生压电容 Z端是接在W项上 三脚就是W项输出 四脚就是W项自己生压引脚 五脚是W项输出端 六脚是U项自己生压引脚 外接自己生压电容 七脚就是U项输出端 八脚九脚接在一起就是正P端 十十一十二十三脚是接地端 是内部功率管的原体接地端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是UAW项的六路信号输入 分别是U正U负 微正V负和W正W负输入端 是通过MCO输出的信号 经一百欧电阻线流 电容滤波 还有一个电阻分压 输入到这六个引脚内部的 二十脚是PFC过流故障保护引脚 二十一脚是FO引脚 是模块故障保护引脚 当模块过热 过流 或者是15伏电压不足的时候 FO引脚会输出低电位 它是一个开漏式输出 给MCO报故障 从而停止工作 二十二脚是PFC电流检测引脚 当这个引脚上的电压高于一定的值 PFC保护引脚输出故障信号 二十三脚 模块电流取样引脚 通过线流电阻 接这个电流取样电阻的一端 当后级电流过大的时候 这个引脚的电压 只要超过0.5伏以上的时候 FO引脚输出故障信号 通知MCO进行保护 二十四脚15伏供电端 二十五脚接地端 如果想粗略判断模块是否击穿 我们可以用黑标笔接正P端 红标笔接UVW向 内部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反向是无穷大的 如果有阻值证明它损坏了 另外我们也可以把黑标笔接D端 然后红标笔接UVW向 同样是无穷大的 当我们红标笔接D端 黑标笔接UVW向的时候 内部应该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这样可以初步判断模块没有问题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